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不仅是C罗梅西内马尔城交点,国足也事事无前例地成为话题榜的榜首位置。 自从还没评论白斩鸡之后,一位央视主持直言,解散国足在让国足众球员团结反击。但这次无销烟的比赛,国足视频文字赢了。距离台湾媒体把国足冯萧婷、告林、王永珀等球员的肌肉,比做白斩鸡还没有几天的时间。央视的一位主持人是再度吐槽国足球员。 北京时间7月8号晚,黄熙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写道,建议解散国足,把国足的经费用来建足球场,踢得好的去国外职业队比赛。 什么时候凑足11个好球员,什么时候再冲世界杯,凑不足也不耽误。 大家看世界杯,但和上一次台媒不一样。这次不少国足球员是团结起来反击。曾经和在训练场上和王霄打架的国足周海斌表示,你应该去建议美国解散国家队,多建几个足球场。 这样也不耽误你看世界杯,中国足球确实落后,但如果都是你这样的门外汉指手画脚,那我想中国足球更好不了。 国家对前锋尹洪博直接是开骂说道,无知,可笑,小丑,鉴定完毕。 而张成栋等球员,也是纷纷加入这个反击团中,不得不说,比起白斩鸡来说,这一次国足众球员都是纷纷的起来维护自己,而有知道真相的网友就表示,这个肯定的啊,比起说他们的肌肉,如果这次解散国足那么他们摆,万年薪也就没了。 哪里还能找到这么好,这么高工作,这么享受的工作呢?最后在国足众人的压力下,黄西最终是删掉这条微博,并且道歉澄清。 然而这一次和上一次一样,一众的网友都是纷纷支持解散国足这个说法。 不少网友表示,脆弱的国足确实受不了批评的啊,踢得差,拿着百万薪水还不能被骂,这份工作确实是好啊。 有种用实力说话,只用文字回击有用,无独有偶。 在近日中国南岸主席姚明,在上海交通大学本科毕业时发表演讲中,一句无心的话,却说出了球迷心中的痛。 姚明当时开玩笑地说,足球哪有篮球好看,对吧? 确实比起南岸来说,国足是根本不值得一看,也是世界杯都没法参加。 。 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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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, ,, 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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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